今天ET股推介是康师傅322 选择原因是港股受制25000关 短期预料会维持区间波动 策略上内地稳增长主题下可以关注内需 内地多次强调要扩大内需 法改委近日指一季度不确定因素多 需要加紧实施扩大内需举措 内需股是看康师傅 原材料占康师傅整体成本大约四成 去年数料、中旅游等价格全年累计升超过三成 美银说康师傅旗下主要方便练产品 在農曆新年后出厂价格上升超过一成 加价有助减低毛利率的压力 亦有助改善整体方面练行业竞争格局 上条康师傅2022年每股盈利预测4% 走势上康师傅自从去年8月以来 程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 近日股价高位见过18元 创超过三年的高位 收报17.78元跌0.6%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在十天线 即大约16.9附近小铸买入 以主要大行级乙康师傅目标价 平均大约19.7作为目标 回吐的话适宜在50天线 即大约16元的位置止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